资罗布罗米八六团队 种植在靠近山区 约0.4公顷的隔一军岩 预计山叶底后要采收 如今隔育金是东倒西歪 原本长在土里的快斤 都被山猪挖起啃食 它是天气的问题 只要有下毛毛雨 它认为土壤很软 它就会下来 即便我们就在隔壁工作 它一样下来 已经不怕人了 反倒我们会怕它们 为了贺阻野生动物侵害隔育金 农民在原地里 特别设置一些假人或旗帜 但山猪还是前来光顾 到处肆虐 把原地当作游乐场 用鞭炮来下它们 但是用定时的模式 来放鞭炮 一样习惯它就不怕了 小狗之前绑小狗绑在这里 变成小狗不敢叫了 以前有一只小狗放这边 叫到沙牙喉咙就没有声音了 隔育金是资罗部落除了稻米之外 另外一项特有的农特产品 民国98年为了活化 修根地所特别推广 如今也成为部落中央的产业 请推广食农教育的项目之一 中了那么辛苦 既然被山猪这样子啃咬 我们是希望 上级单位协助我们 看怎么处理这种情形 不只是我们这里 到稻子以后 它结税 或者是成熟的时候 山猪也是一样 这对农民的作物 遭受到野生动物的侵害 公所这边有 那个补助电微网的一个措施 可以让农民来公所来申请 防止猕猴野猪来啃食 所种的农作物 隔育金一年一彩 辛苦种植的作物 最终遭山猪试验 可能造成血本无归 令农民感到难过 彷徨 期待有关单位除了电微网 区里之外 是否有更好的方式 来协助农民保住农作物 原始新闻 法务的花里玉里采访报道